字典 哈囉,今天是大學生必學的30個python技巧中的第18天 今天要講到的是 在python裡面可以拿來存放資料的一種資料型態 叫做字典 講到字典 相信大家都知道這是什麼東西吧 像是我們有國語字典或是英文字典這種 當你有單字不懂 你就可以透過字典去查到它的意思 那麼python的字典喔 其實他們的概念是相似的 在生活中你查字典是進行查詢的動作 有人編輯好字典 讓你可以查到你需要的資訊 在python裡面你編寫程式碼 製作字典來讓電腦查詢 電腦了解你的意思之後再去執行 那同樣是一個容器 用來存放不同資料型態的資料 它跟串列還有原組不一樣的是 它的每一個元素都是用鍵和紙所構成的 然後外面再用大括號把元素刮起來 前面這個鍵的資料型態 通常是字串或是整數 後面的值就是任何形態都可以的 還有在字典裡面的內容 它是可以修改的 就跟串列一樣 可以透過python給的方法 去修改裡面的值 那還記得什麼是不可以修改的嗎 沒錯 就是上個影片交到的元組 元組它又被稱為不能更改的串列 所以它的內容是不可以修改的 那再繼續回到這裡 字典跟串列不同的是 裡面的元素並沒有順序性 那有順序性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指資料裡面的順序不會改變 所以可以用所影值來找到裡面的資料 那我現在就來建立字典 那我先建立一個串列 那這個分別是牛肉湯麵 火鍋還有烤肉的價格 在串列裡面它的資料是依序排列的 但是如果我想要取得裡面特定的資料 我就必須要知道 它是在串列裡面的哪個位置 像是我想要知道火鍋的價格 我就一定要知道 它是在這個串列裡面的第二個元素 才能正確的取出它的價格 但是這樣不就很麻煩嗎 如果裡面有100個元素 我哪記得什麼是什麼的價格啊 所以這個時候字典就誕生囉 字典的結構跟串列其實也蠻相似的 只是它的元素是用鍵值的方式來儲存 鍵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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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剛剛就一直提到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現在就建立一個給你看 那先給這個字典一個名稱 然後外面要用大刮號刮起來 再來前面是放鍵 鍵的話它的資料型態通常是自串或是整數 那這邊呢就是這個價格的品項 第一個是牛肉湯麵 然後再來一個冒號 後面是值 也就是它的價格 那我再把後面依序建立好 這樣就建立好一個字典了 那其實建立字典不一定要用這種方法 等一下我再介紹另外兩種方法 我自己是覺得 這是最直觀也最簡單的方式 所以我比較常用的是這種方法 那裡面每個項目都是用豆號隔開的 鍵跟直則是用冒號分開 這個冒號是字典的特色喔 使用冒號來帶出相對應的值 再來用第二種方式建立 第二種方式就比較像串列了 它的每個元素都是用中括號刮起來的 那要記得的是 在所有中括號外面 還會有一個中括號 那我再用第三種方式建立 這種方式就比第二種簡潔一點了 這樣子就建立好囉 那要特別注意 用這種方法建立的話 它的劍的部分 也就是這個牛肉湯麵 火鍋還有烤肉的地方 不可以用引號刮起來 不然執行的話就會發生錯誤 因為原本這個地方 它的資料形態就已經被限定是字串了 所以就不用另外再加引號 那這樣子 三種建立字典的方式 你更喜歡哪一種呢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第一種啦 那講完怎麼建立字典 就來講講怎麼從字典裡面 取我想要的值呢 之前有講過串列是有順序性的 所以它裡面的元素 在記憶體裡面是按照順序排列的 但是字典不一樣 字典的元素它是隨意放置的 沒有一定的順序 既然沒有一定的順序 我就不能用找串列元素的方法 去找字典元素 那用串列的方法的話 就是用所影值嘛 雖然不能用這個方式找 但是字典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啊 它有鍵 這樣好像在罵人 我就可以根據鍵 來取得相對應的值 那來試試看 那前面其實跟串列很像 都是名稱然後中括號 但是在這個中括號裡面 就不是打上所影值了 是要打上你要取得的值 它的鍵的名稱 那我想要找火鍋的價格 我就在中括號裡面打上火鍋 然後輸出 它就會告訴我是150 那這樣就成功找到它的值囉 那如果遇到重複的鍵怎麼辦呢 我再重複一個 我把它的值改成200 那這樣子輸出就變成200了 是因為如果遇到重複的 前面的值會被覆蓋掉 所以它最後輸出的是 比較後面出現的火鍋 它的值 那如果我要找的鍵是不存在的 像是我現在找受洗燒 那它就會發生錯誤 因為在字解裡面並沒有受洗燒這個鍵 但是只要遇到錯誤 我整個程式就不能跑啦 這樣就很討厭 所以Python還有另外提供一種方法 我們來看看吧 那什麼方法可以讓它不會產生錯誤呢 就是Gate方法 它有語法長這個樣子 名稱.gate 然後關號裡面放上你要尋找的那個鍵 這種方式就是當鍵不存在的時候 也不會因為錯誤而讓程式中斷 預設值是可有可無的 那可以看一下這個表格 不管有沒有預設值 只要鍵存在 都是回傳鍵對應的值 但是如果鍵不存在的話 有預設值它就會回傳預設值 如果沒有預設值 它就會回傳 non 就不會是一個錯誤的訊息了 這樣子程式就可以繼續的執行下去 那接著再試試看 我要改成用Gate方法 我就在後面加個點Gate 那我現在先不加預設值 試著輸出看看 那因為我現在沒有射預設值 然後字典裡面也沒有受洗燒這個鍵 所以它就會回傳 non 那我現在把它射599好了 這樣子它回傳的結果就變成599了 不管有沒有預設值 它都不會發生錯誤 那如果我把它改成烤肉 它預設值還是599喔 但是說出的話 它的結果就是399 因為它是存在在這個字典裡面的 所以不管你給它的預設值是多少 它都是回傳它相對應的值 那這樣子就是取值的部分 那接著看看要怎麼修改字典喔 其實也非常的簡單 就是先打上字典名稱 然後中括號裡面放上你想要修改的鍵 接下來再來一個等於 看你想要把它改成多少 算說把它改成450 那再輸出這個字典 就可以看到烤肉的價格 已經從399變成450了 那這樣子就已經成功修改它的值了 這樣就是修改字典的部分 再來就講講要怎麼刪除字典吧 那刪除字典有三種情況 第一種就是我只要刪除裡面特定的元素 第二種是刪除字典裡面所有的元素 第三個就是刪掉整個字典 關號裡面放上你想要刪掉的鍵 如果你想要刪掉所有元素的話 就是用clear方法 後面就用點clear 那關號裡面就不用放東西 但是也不可以省略 如果你想要刪掉整個字典的話 也是用delete 那也是放字典名稱 如果只有名稱 就是把整個字典都刪掉 一樣再來試試看 那我現在店裡不賣牛肉湯麵了 我就要把牛肉湯麵這個鍵給刪除掉嘛 那它是要刪掉特定元素的 就是用delete 然後後面是字典名稱 再來是牛肉湯麵 那我再輸出整個字典 就會看到它裡面現在剩兩個元素 分別是火鍋跟烤肉 牛肉湯麵就已經被我刪除掉了 那剛剛第二種是刪掉所有的元素 是用點clear 記得這個括號不要少喔 那它現在就是一個空字典 就是只有一對大括號 裡面沒有任何的東西 這樣子就是一個空字典 那我現在決定把整個字典都刪掉 就是用delete 記得要一個空格 然後它會變色 這樣子的話就會發生錯誤 因為menu已經被刪掉了 所以已經找不到了 那這樣子就教到了 怎麼建立字典 怎麼在字典裡面尋找我要的值 怎麼修改字典的值 還有怎麼刪掉字典的值 現在就要換你做題目囉 首先第一題 關於字典 下面哪一個是錯誤的呢 那要公佈答案囉 這一題的話答案是A 這其實蠻小細節的 它這裡是說可以從值來取得劍 但是事實上更好相反 是要由劍去取得值的 因為值有可能跟別人是一樣的 但是劍就比較不會 所以是要用劍去取得值 而不是由值取得劍喔 再來第二題 最後它會讀取到哪一個結果呢 這一題要非常小心 不要被騙囉 答案會是豬 因為字典是沒有順序性的 所以就不能用所影值去找到裡面的資料 這種方式是用來找串列的 並不適用在字典上喔 所以它就會發生錯誤 再來第三題 它最後會輸出什麼呢 那這題的話答案是豬 雖然上1這個鍵出現了兩次 但是後面的會覆蓋掉前面的 所以250就會被覆蓋掉 現在在這個字典裡面 上1值450 再來第四題囉 如果想要刪掉字典中所有元素 我應該要用哪個方式呢 然後公佈答案囉 答案是C 如果使用A選項的話 它是刪掉整個字典 如果你選B 它是刪掉特點的元素 也就是洋裝這個組合會被刪掉 那如果你選豬的話 就是語法錯誤了 因為它後面的括號是不可以省略的 再來看到最後一題 這裡考的是Get方法 那最後的結果會是什麼呢 這題很簡單吧 答案是C 用這種方法的話 是會取得它的值 但是在這個字典裡面 並沒有火龍果這個鍵 所以就要看它後面有沒有預售值了 如果有預售值 就會回傳預售值 如果沒有預售值 就是回傳NUN 那題目的話 它給你的預售值是40 所以它最後就會輸出40 那這樣子這個影片就結束囉 你還記得剛剛教了哪些方法嗎 那下一部影片 就繼續教你 字典中其他更進階的用法喔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掰 我們下集了 我們下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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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 請結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